ok 接下来我们看7.3b的这个即变我不变正负看向线的这个部分 so 怎么做呢 我们看一下720它其实是360乘2 所以360的你几乎是可以直接去掉 剩下负x 当然负c 负c这个负是可以抽出来的 然后变成负3c 都是提待事实上是这样子做就可以了 b 6 630如果你减去360 你应该剩下270 270是90度跟270 它会要变 怎么变呢 cos变3 sine变cos tangent变cotangent cotangent变tangent second变cosecond cosecond变second ok 所以在这边cos就会变成sine c拉下来 270加一个角度 它就会是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的cos是正的 那它这边就会是正的sine c拉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思路 再来这一题 2分之π是90度 所以90度的激素 所以90度的激素 激素倍数 基本上就是要变的了 所以这边 简单来讲就会变成cosecond 至于你的2分之5是多少 其实是2分之4是两圈的 2分之4就是2π 就是不是两圈 是一圈 也就是说它一圈再多90度 你也可以看成90度 90度解析塔就是第一向线 所以它基本上是正的 所以这题答案是cosecond sine我们是可以把负抽出来 我们先把负抽出来的 如果你不习惯 这个sine在负的那边 ok 所以sine基本上是转了一圈半 就是180度的意思 180度解一个小小 它就会等于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的sine是正的 那它就会保留正的 所以这一题就会变成cosecond 那个负是之前抽出来的 所以还是有 所以这题答案是fcosecond sine 3π除以2 它是270度来的 ok 所以先把它换成270度 sine减270度 过后呢 你有几个思路了 所以如果你反方向转270度 没有 它也是一样 它不习惯这个减270度 它习惯说要加270度 所以它先抽负出来 你要注意 不是所有的三角函数都可以抽负出来 cosine的是不需要抽负的 那个负是直接给它消灭掉的 ok 那个外面 这个tangent跟sine是要把负写在外面的 ok 所以变成了270度 注意要写度 你不写度它就不是角度 它就是radian ok 270度 减息它 所以它是要变的啦 只是我个人不建议写这一步了啦 不过如果你说 我先把180度 我先看180度的话 180度减一个小角 它应该是会得到 就是180度加这个角 应该是夹 sorry 它就是把它拆成180度 加90度减息它 所以整个当作是一个角 180度加一个角 就会是第三向线 cosine 在第三向线是正的 所以它就会变成cosine 90度减息它 当然90度减息它又落在了第一向线 所以它还是没有变的 它还是正的 但是90度就会需要改变啦 cort tangent就会变成tangent 所以最后你就会得到 复tangent减息它 ok 4拍 基本上是2拍加2拍 2拍就是360 所以这个直接你可以看成tangent减息它 因为它转2圈 多2圈罢了 ok 所以tangent减息它正确 cosine second 360减息它 360基本上不用变 180度跟360度是不用变的 270跟90要变 所以360不用变 它还是second 只是它是360减息它 就会是第四向线 second是cosine的导数 cosine在第四向线是正的 所以它还是second减息它 所以第一个步骤哈 你应该要写成cosine cita second cita 所以second cita呢 它又可以换成导数1除以cosine cita cosine跟cosine越掉了之后 就会得到1 所以第二题A 所以第二题A答案是1 180度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的sine是负的 所以就会得到负sine cita 270度要变 变成sine 270度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四向线 cosine第四向线 为正的 所以它是正的sine cita 一个加一个减 直接去掉 等于0 所以这题答案是这样子 OK 360度直接去掉 cosine cita 180度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二向线 你这样子来看 180度减一个小角 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的cosine是负的 所以它就会得到负cosine cita 负负的正 变成加 cosine加cosine 得到两个cosine cita OK 第二题答案是C 两个cosine cita 90度减小角 等于第一向线 基本上都是正的 只是second 就要换成cosine cosine cita 270度要变 cosine变sine 270度加一个小角 270度在这边 加一个小角 第四向线 cosine第四向线是正的 所以是加上sine cita 当然这边你要变 它也最多只能变成sine cita 分子1 加上sine cita 当然过后好像也没有什么好整理 最多庆幸通分 它还是长这个样 所以后面呢 它也没有要求说 你把它变成sine cita OK 它就保留成cosine cita 加sine cita 这个format cosine 180度加cita 不需要变 还是cosine 180度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所以是负的 负cosine cita sine 270度减cita 270度要变 变成sine变cos 270度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sine是负的 所以也是负cosine cita 当然负负得证 cosine跟cosine越减 就会得到1 第二题的1 答案是1 360不变 cortangent造超 cita也造超 360度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四向线 cortangent在第四向线 是负的 所以负有负 cosine 180不需要变 cosine还是cosine 180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二向线 cosine在第二向线 是负的 所以这里有负 但最后你负负会得证 cortangent又可以再拆成cosine除以sine 这个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到cosine是月调 剩下内向相成为分母 sine cita作为分母 1就作为分子 sine cita分子1 我们可以换成导数 cosine cita 这个是cosine cita ok 第二题f for second season 第三题a 他讲说如果我们的sine 10度是k的话 请你用k来表现下列格式 sine 190度 永祥就讲 老师10度乘以19 就190了 对不对 他就19k 但是这个要注意 他怎么说呢 因为你如果是19k 他就会是19乘这个k k是sine 10 这个19并不能说我曾进来的 不同的 ok 所以这个是错了 你不是19k 那正确的做法是怎样的 我们把190度 把它拆成100度加10度 这样我就有10度了吗 对不对 那我们这个sine是180度 就不用换了 变成sine cita sine 10度 然后180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对不对 这个第三向线的sine值是负的 所以就会得到负sine 10度 然后因为sine 10度是k 所以这题其实是负k 其实是负k ok 所以cosine 350 你需要想到 360-10 对不对 360是不用换的 所以它还是cos10 360-一个小角 等于第四向线 cos第四向线是正的 所以它是正的cos10 问题来了 它给我sine 那我们怎样找cos呢 很简单 sine是对边除以斜边 我们假设斜边是e 我就会有k除以e k除以e不是k 对不对 那么我就知道了 对角对边跟斜边 那零边 对不对 cos要零边 那零边呢 我们可以用必死定理 e的平方 减去k的平方 再开根号 然后因为是第一向线 所以这边是正的 对它是正的 e减k平方的根号 所以呢 套进来 零边 除以斜边 它斜边是e 我就不写那个除以e了 所以这几个答案呢 就会是 根号1减k平方 就是这样做 接下去也一样 我们知道说 那个三角形长 这个样吗 对吗 刚才推倒出来 所以我算到 这个负k抽出来 它基本上是负tangent cita tangent 10度 tangent是对边 除以零边 所以是k除以 根号1减k平方 这个答案就对了 但是如果你说 我要有理化分母 我乘上一个根号 1减k平方 那分母就会变成 根号去掉了 分子又有 这个根号1减k平方 这个就是 它的后面的答案 OK 它后面答案 有进行有理化分母 再来 80度 你就要想到 它跟90有关 90减cita 90要变了 变成coscita 对吧 cos10度 第一向线 所以是正的 cos10刚才做过了吗 对不对 这里啊 根号1减k平方 所以答案就会是 根号1减k平方 Alright OK 所以接下去呢 我们来看一下 180不需要换 coscita 180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cos在第三向线 是负的 我们翻一个负 后面是乘 所以我们先把那个负 给画不起来 OK 90度加一个小角 这个要换 换成coscita 90度加一个小角 第二向线 sin第二向线 是正的 所以 放成正 再来减去 90度减cita 是第一向线 可以不管它 直接变成 coscita就好了 然后180 这个不用变的 这个是coscita 180减一个小角 第二向线 对吧 第二向线 是负的 所以是负cosc 所以呢 就会得到前面 是负cosc cosc 平方 后面负负得正 加上cosc 平方 那这个一负一正 抵消掉呢 这个就会变成0了 OK 第四题A 就会得到0 第四题B cosc平方 90度加一个小角 我不管它 是第几向线的 为什么不管呢 因为它有平方 我们不管它正还是负 反正平方了之后 就肯定没有负 OK 都会是正的 所以这边 你只需要关心 90度要换 cosc 去掉90 你就会变成sin 当然我们还是 寻力要放那个 要看有没有负 这一题 90度加一个小角 火山应该是负的 但是最后负的 sin c的完全平方 就会得到3平方 OK 负负会得正 然后后面这里 180度加c就会等于sin c 180度加c是第三向线 所以有负 原本这里是负 对不对 我直接把它变成正 就是负给了它 2007要换 换成sin OK 换成sin 2007加一个小角 第四向线 所以是真的 c 最后c c 乘3c 乘3c 等于sin 平方c 这是负3c 的完全平方 也是等于sin c 就会得到 两个sin 平方c OK 第四题b 当然就是两个sin 平方c 第四题c 这个负可以抽出来 负sin c 这个负可以直接去掉 因为cos 的负是直接去掉的 cos c 360度 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四向线 有一个负 所以是负3c 90度要换 sin 一边cos 是引用了这个公式 他是后期我们有用到的两脚之河跟两脚之河跟两脚之沙的三角函数 当然这题不需要了对不对 我们只到90度的话呢 我们就要换上一边cos c 然后要看正负 90度加一个小角等于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 sin是正的 所以他基本上是正的cos cos cos 除以cos 就会得到1 这个也是负3c 除以负3c 得到1 1-1 最后得到0 所以他答案是正确的 只是说这个步骤 杀鸡用牛刀了 OK 我们每次这样子来形容 就是不需要用到这么后期 不需要这么复杂的公式 你跑去用 当然你最后还是 这个三角还是很可爱的啦 你杀鸡用牛刀 那个鸡还是会死 OK 所以一样道理 你用牛刀也好 你还是解释同样的答案 正确的答案来的 我也没有说要挑剔什么 反正就是 你 不需要出动牛刀 你就是用了牛刀来杀死它 反正就是这样的意思 OK 再来看一下第四题 这个cos 负c 这个负直接去掉 对吧 直接得到cos 270 要变 cos 变cos c 抄下来 270 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是 tangent是真的 sin cos 所以这个会有负 OK 90度要换 sin 平cos 90度减细塔 第一向线 直接变成正的 sin 180 减细塔 等于第二向线 第二向线 sin是真的 所以是真的 sin 再来呢 我们可以把cos 换成sine 分之一 你就会得到 这个是负的cos 除以sine 等于content cos除以sine 也等于content 一个是负的content 一个是正的content 也是抵消 最后得到0 OK 第四题 B 第四题 donkey 答案也是0 OK 第四题 E second的这个负 second是cos的导数 所以这个负呢 也是直接去掉的 cos 3pi除以2 这个是270度 所以它要变成second 270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dangent是真的 其余是负的 所以它是负的second 这个转两圈 这个两圈 去掉 cortentent 负希塔 负可以抽出来 负cortentent 希塔 OK 这个pi 是180度 也是不变的 cortentent 还是cortentent pi 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向线 cortentent dangent 第三向线是真的 所以是真的 最后你可以看到 前面阅调得到负1 后面阅调也得到负1 负1-1 得到负2 这个是漏掉了负2的符号了 OK 但是答案是应该是 做法是对了 负1-1 但是答案就写错了 答案应该是负2 OK 再看这一题 3pi除以2 是270度 这些都要背起来 所以要变 变成tangent 希塔 270 减一个小角 第三向线 第三向线 tangent tangent 也是真的 所以我们要放正 3pi 是一圈半 相等于180度 所以这个没有变 tangent 没有变 tangent 有负吗 180 加一个小角 应该是正的 所以它还是保留会正 OK 2pi 直接去掉 剩下3sita pi除以2-sita 等于90度-sita 第一向线 只是90度 我们要换 换成second sita go 怎样处理 我们的second 我们的tangent 因为tangent加tangent 这个就得到两个tangent sin 这个second 是除以cost sin 除以cost 就会是等于tangent sita 这样tangent sita 约掉了之后 我们这一题就会得到3 OK 第四题f 答案是2 第五题 这题 如果你有些同学就讲 老师我是不是需要用到分三costcost的做法 那个应该是第9章 所以有些学校已经上了 OK 所以这题其实不需要 为什么呢 45度 加上sita 再加上45度-sita 你会得到sita 跟sita去掉 45度加45度等于90度 也就是说我只需要把它其中一边 把它换成90度-45度-sita 我只需要把它变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那当然90度-一个小角 那个是第一向线 它直接变成cos平方 45度-sita就可以了 那你就会发现到 诶 这两个东西 不就互减了吗 对不对 后面造草 45度 所以最后呢 一振一副 我们就会消掉 得到0 第五题a 答案就是0 这个 DR的道理 我们把它变成tangent 90度-45度-sita 然后后面造草 你只能变一个 你不要两个一起变 除非你是用三coscos 三个公式 你才两个一起变 这题不需要 所以tangent 就会变成cort tangent ok cort tangent的话 cort tangent45度-sita 当然我们知道 cort tangent 是tangent 就是导数 导数相成 你会跃掉咯 所以当然应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你会跃掉剩多少 剩1 所以注意哈 跃掉最后剩1 如果你是加一加一减 扣掉就会剩0 这个同学们就会比较容易混乱这两种 ok 一个是减的会变0 一个是 越减除 乘除的 你会变1 大概是这样子的 第16题 以至sinα 是等于17分之8 这个sinβ β是在90度到π之间 π是180 也就是说它在第二向线 对吧 不使用计算机 计算下列个题 a呢 π除以2 减去β π除以2是90 我们就可以换成cosβ ok 至于cosβ怎么看 我们刚才讲了嘛 sinβ是8 除以17 这样这边就会是等于-15 啊 这个你可以画那个像线 这样子你就可以看出来了 所以这边呢 我们要 我们证明到 我们就是这个推导到cosβ cosβ本身就是-15除以7 所以这个就是它的答案 只是你漏了负 你漏了负 所以cosβ-360 我们可以任意加360 任意加360 它就会得到cosβ cosβ是多少呢 U是负的17分之15 所以答案是对 只是你这边应该没有负 ok啊 ok tangent3π除以2 这个是270度的 tangent就会变成quot tangent 啊 270加一个小角 等于第四项线 所以会有负 所以是负quot tangentβ quot tangentβ就是-15除以8嘛 然后呢-15除以8 负负得正跟外面这个正嘛 所以就会得到8分之15 ok 最后呢-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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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整理它 270去掉得到quot tangent ok 270加一个小角等于第四项线 第四项线有负 ok 刚才我们算到负quot tangent 就是这个嘛 对不对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8分之15 正的 正的 ok so文序的正负符号好像有点乱了 有点乱 要小心了 ok 同样的题目 看吗 同样的题目来的 只是说它换成了 另外两题 87-15 先记起来 这个是beta 所以我们先看这里 我们可以任意加2pi 加2pi得到-11p 再加2pi得到9pi 再加2p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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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相等于pi加cita pi加cita什么概念 180度加一个小角 第四项线 第三项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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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可以换成 second beta 第三项线有负 对吧 所以它是负second 负second beta 2分之7pi 我减4pi等于2分之3pi 所以相等于270度 270度要换咯 它会换成cosecond 诶 诶 sorry 前面是加pi 不用换了 sorry 这个是cosecond 后面要换 也是变cosecond beta 有没有正 二百七减一个小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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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于第三项线 第三项线有一个负 所以最后你会得到负两个cosecond beta ok 那cosecondbeta是什么 cosecondbeta就看这个图 cosecondbeta是sine的导数 sine是8除以17 它就会变成17除以8 当然我们越减了之后 就会得到负四分之17 啊 sod答案是负四分之17 cosceta不变 ceta不变 只是pi减一个小角 等于第三项线有负 这个也是不变 只是2pi减一个小角 在第四项线 它还是正的 好 这个也是一样cosbeta 一百八加一个小角第三项线 还是负 这个不变cosbeta 两pi加一个小角第一项线 也还是正 当然你这样子查看之下 负负得正 cos跟cosy cos跟cosy 最后你就会得到1 好 1的答案呢就会是正的1 就是这样了 第七题 sinesceta小于0 sinesceta小于0 Tangent又是正的 说明了它在第一项线 正是什么意思 负12跟负5 斜是13 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边 13 你可以把负抽出来 然后变成sine 2007减一个小角 2007它又变 所以变成cos7塔 2007减一个小角 2007减一个小角是第三 相信 U会有多一个负 最后你就可以把前面那个负给去掉 OK 大概是这样子 然后cos是cos是sine的导数 sine的负要抽出来 负cos7塔 180加7塔 180就会是不变的 所以是tangent 180加一个小角 第三向线也是真的 然后要怎样处理呢 我觉得可以直接套啦 就是cos就会是负5除以13 负 cos是什么 cos是sine的导数 sine是13除以13 sine哦 sine是负12除以13 它就会是等于13除以负12 OK tangent cta 是等于12除以5 那我们这里也是一样 12除以5 13跟13 去掉 12跟12去掉 负负又会得正 55又会越减 最后你得到 13加12 等于25 分之5 有一个负 越减得到负5分之1 OK 第七题答案是负5分之1 可以吗 OK 第八题 second的平方 因为pi减sine 我们把它换成sine 然后第几项线不重要 你只要看 pi是180 不用换 就会得到不用换 为什么负不用理它 因为反正平方 都一定是真的 OK 所以同样道理 pi除以2加sine 你就可以把 pi除以2去掉 cotension变成tension 3保留 有没有负不用管它 因为它都是真的 second呢 乘2 这个乘过去 得到3cotension 然后呢 这个cos跟cos去掉 3一下来 再开根号 你就会得到 根号 这样子 三分之2 它进行 由理化分5 乘以3 乘以3 然后33 开根号 就会得到3 32 开根号 就根号6 这个就会打到sita 这个是sine cot OK 你少了 你漏了sine 当然其实你开根号的时候 应该是放正负的 对吧 然后到底正还是负呢 因为它是sita在90度 在180度之间 所以它的sine值应该是正的 给sine的第二向线应该是正的 所以它是选正的 但是cos的值呢 你可以用什么方法 你可以用graph的方法 既然它在第二向线 对边根号6 斜边至3 我们就套公式 33得9 9减6 会得到3 这一个就会等于根号3 cos就会等于根号3 除以3 这个是负的 负根号3除以3 就得到了 安晴用了下一张学的东西 cos的平方 等于cos的平方加3的平方等于1 所以它是弄了这个东西 只是说你这个开根号的时候 要注意正还是负 因为第二向线的cos是负的 所以它自动呢 就鼓了一个负在这边 OK 正确了 它是根号3除以3 最后题 cos2 2π减cita 2π去掉变成cita 正负不用管它 反正平方就一定负也会去掉 π不用换 second保留 也是一样 不用看正负 因为平方一定去掉那个负 过后呢 cos2呢 它可以换导数变成sine sine就在分5了 second 换导数变成cos cos我们就拉去分子 最后cos除以sine呢 就会等于content content开根号就等于根号3 那你就要知道说 content是什么 0边除以对边 12根号3 这个就是你的角度 但是它是第几向线 小心 2007到360之间 它其实是第四向线来的 OK 负1在这里 对吧 这个根号3 这是负1 开根号有正负 我们其实是不晓得 其实是到最后其实是负 怎么说呢 因为它第四向线 第四向线 content应该是负的 所以自动的 你要知道这个是负1 OK 那这个是2 sine的值 我们就从图里面看出来 负1除以2 OK 所以这个呢 不是根号3而已 它是负根号3 因为你要考虑到 它的这个 那个曲子范围 OK OK